如果说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莫过于抗美援朝战争 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极其悬殊 可以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12个字来概括 而这种差距在志愿军刚入战场初期尤为突出 不过即使敌人是如此的强大 但我们的先列们仍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他乡 志愿军们都是背着自己的行囊提起枪杆 默默地挥别了身后的父老乡亲跨过鸭路江 很多英雄就这样再也没有回来 初战场的志愿军包括王牌军在内一辆坦克都没有 初期的陆军推进全靠将士们舍生忘死的血肉之躯 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智大勇的战场计谋 反观美军的陆军力量在刚开战时的人川登陆 急目望去皆是霸气的钢铁洪流 根据美军相关资料显示 每个步兵师和陆战师各边有140辆坦克 35辆装甲车以及各种运输补给车3800余辆 军事急胜 看起来要以碾压之势取得战争的胜利 麦克阿瑟更是提出一个口号 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让美国大兵回国过节 在麦克阿瑟看来 美国的军事实力足以碾压一切 为了达到势如破竹的效果 美军不计成本地投入庞大的军力 投入约1200架空军和海军的飞机 而战争初期 我们志愿军们连自己的轰炸机都没有 对当时的志愿军而言 这些来去无踪的轰炸机简直就是黑科技 美国还出动了二分之一的海军力量 210余艘船 根据美国海军当案馆的资料 在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 海军出动了达丹号 伏吉古号 莱特号等13艘大型航母 还有贝罗科号 西西里号等6艘护航航母 共计19艘航空母舰 在作战空间上 敌人握有整个战场的制空和制海权 在作战时间上 敌人能够全天时作战 志愿军则尽量利用夜间和气象条件 不利于美军飞机出动的 骤尖组织部队行动 在作战组织上 敌人机动力 火力突击力 后勤补给力 更是强大的过分 并且通行畅通 指挥灵命 志愿军不仅防空压力大 运输补给困难 而且作战指挥不畅通 就是在武器装备 这样恶劣悬殊的条件下 志愿军与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 然而战争的结果 却让美军想破天也没有预料到 这种敌我差距悬殊 犹如云泥一般的情况下 中国的志愿军战士们赢得了胜利 装备优良的美军 被打得溃不成军 事后的美国五星上将 布莱德雷沉思地说道 这场战争是我们在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 即使到了60年后的今天 美国的军事家也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制空拳 弹药 武器 后勤等等 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美军还是无法取胜 甚至用大型计算机模拟战斗实况 最后也没得出合理的结论 也许当他们明白 为什么志愿军双腿冻僵 不能弯曲 仍然赤脚冲锋 为什么志愿军几天不吃不喝 坚持计战300小时 为什么志愿军能坐到14小时 即行72.5公里的惊人速度时 也许他们就会明白 战争的胜利并不仅仅靠武器